有梅將菌的還有中國的呼吸道疾病的多重威脅 所以導致呢 台灣今天的相關的防疫概念股走勢 非常的亮眼 其實今天整個大盤的家庭指數呢 是收跌的 不過資金都流去哪了呢 都流向了製造口罩啦 或者是藥品的相關台廠 他們的股價今天全都逆勢翻紅 藥局忙著整理貨架 搬出剛進貨的口罩酒精 因為中國梅將菌疫情嚴峻 台灣很難防堵藥局防疫物資全被脫 有感染的民眾比例確實也在增加 所以之前口罩有冷淡了一陣子 那最近可能酒精口罩 這一些個人衛生用品的 這一些自我防護的一些疫情的東西 有稍微在增溫 中國疫情連帶也牽動台北股市 早盤開告後翻黑震盪下沙 失守一萬七千一百五十點 全職股台積電與AI族群修兵 資金轉向生機類股逆時飆漲 中國大陸有新的疫情爆發 包括煤漿劑 還有一些其他的呼吸道的 這個病毒的感染 有個擴大的一個趨勢 台灣相關的產業 自COVID-19之後 基本上股價都沒有什麼表現 幾乎已經沉疾了兩三年 早盤工上漲停的生技醫療股 包括中化康納香 美德醫療第二 恆大毛寶 大分野師也提醒 是否是一日行情要再觀察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控制住的話 我想對於台灣相關的生技 不管是做醫療器材的 或是做藥的 應該都有一些比較大的想像空間 因為這些個股 從2020年之後 基本上都沒有很大的行情 股價都位於相對比較低的位階 所以說看起來 應該還是能夠反映一段時間 但股票市場也不是天天過年 與其生技股不是大好就是大壞 在投資人入場前也得多留意 靜新聞 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